中文字幕志愿者 右脚发现台南车站的二楼有鬼 原来车站二楼开过饭店和餐厅 曾经招待日本皇太子 后来废制了几十年 永康站和保安站改这个名字 就是用永保安康四个字 来镇住台南车站里的鬼 偏偏大桥站落成 让永保安康这道府破功了 像我跟作者讨论过 以台南车站为舞台 因为台南车站是一个百年车站 它本身就有一些历史 永保安康就是两个车站的名字的结合 来做成一个巨大的正轨咒 来把鬼镇住 然后所以才保住车站多年来的和平 最近不是多了一个大桥站 这个咒语就被破了 所以鬼就出来又闹事 他的故事大概就是讲这样子的故事 所以这个魅力和真实的结合 还有历史的结合会是很有趣的 做成电视影集 它是可以IP化 也就是它这个角色 可以怎么样把它建立起来 因为其实它在小说里面 已经把这些人物写得相对来说蛮立体的 我觉得它的个性 然后它这些东西写得非常生动 作非常生 Eliy 一切就是这是大的 发展史以静啊 小 creatures éri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